二物戰爭持續一年多 不但推升了國際原物料價格 也改變軍武市場 根據瑞典智庫發佈的最新報告 顯示 烏二戰爭讓歐洲國家 主要的武器進口量大增了 百分之四十七 而烏克蘭在二零二二年 武器進口量拉升到全球第三 至於美國佔全球武器出口的比重 還是位居全球第一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在最新公布的報告中指出 儘管全球武器移轉的行為 在二零一八到二零二二年間 比起二零一三到二零一七年 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一 但歐洲國家的主要武器進口 主要來自於美國 卻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而北約承認國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 主因就是俄國與歐洲的關係緊張 以及烏二戰爭的爆發 根據該研究所對主要武器的定義為 飛機 軍艦 坦克 大炮 飛彈和各種重型防御系統在內 之文報告特別提到 烏克蘭過去從來不是主要武器進口國家 在全球武器進口國排名第十四 但光看二零二二年 烏克蘭卻躍升到全球第三 僅次於卡達跟印度 Ukraine was a minor recipient of arms before two thousand twenty two despite the situation it was in but there we can see that it has increased its arms import or you could better say it has received many arms from a whole range of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US and we see that i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arms recipient in the past year 據全球武器出口 佔全球比重最高的還是美國來到百分之四十 其次是俄法中德 報告指出 美國在二零二二年不僅提供了大量武器給烏克蘭 也持續提供軍備給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 卡達跟日本 而CNN報導 儘管歐美大量軍援烏克蘭 但俄國一直把在烏國戰場上獲取的西方國家武器跟裝備 包括反坦克飛彈 次針飛彈防空系統等送到伊朗 美國認為伊朗試圖對這些武器進行仿製 對中東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 故事新聞 請編譯